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是 我与你有什么相关 现在先读经文啦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亲的言直 耶稣的母亲在哪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 也被请去父子 走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走了 耶稣说 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关 我的时候 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当我们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第三节 圣经这样记载 耶稣的母亲 就和耶稣这么说 颜值里头的人 已经没有酒可以喝了 那么我们对这段经文 如果稍为熟悉的呢 这段经文的后文就提到 里面有一个叫做管颜值的人 那么所以呢 如果合情合理的推论呢 如果母亲 马里亚知道他们没有酒喝了 就按常你就应该去找管颜值去处理的了 是吧 但是呢 耶稣的妈妈 马里亚呢 就竟然来找耶稣 就和他们这样说 他们没有酒喝了 言下之意就是说 这些问题要交给你 耶稣啊 你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啦 那么你猜一下当时 马里亚是想耶稣 迟些解决这个问题啊 还是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合情合理的推论就是 人家在言值当中 当然是不可以少得走的啦 说得到这个问题出来 就是想耶稣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啦 那么耶稣怎么样回应 他妈妈马里亚这个要求呢 圣经这样记载 耶稣就说了 母亲 愿问是妇人 就是普通一个女人 是吧 我与你有什么相关啊 当主耶稣这样去回应 他妈妈马里亚的时候呢 竟然就不是用妈妈的 圣经中和合本呢 圣经中和合本呢 就用妈妈 是吧 但愿问就不是的 愿问是这样的意思的 女人 这位妇人啊 我 和你有什么相关啊 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干什么要来干涉我啊 那当时马里亚要干涉耶稣做什么呀 没错啦 就是想他快点去解决母酒饮的问题嘛 所以呢 主耶稣再答多一句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句说话很重要的呗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耶稣愿不愿意帮助 这个延直母酒的事情 将他解决呢 是愿意的呗 只不过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就代表了 他要解决这件问题的时候呢 就不是照着马里亚的意思了 马里亚的意思就想 快点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耶稣呢 就不是照着马里亚的时候 解决这件事的呗 更加重要的呢就是 圣经特别强调主耶稣 怎么样回应马里亚的呢 就是指出 马里亚在他面前这一刻 是妇人 不是母亲 不可用母亲的身份 来吩咐儿子耶稣 去施行他期望的神迹或者能力 或者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 不是以他母亲的身份 就说了 婦人 我是你的主 所以你不可以吩咐我 去做什么事 反过来 这件事如果我愿意去处理 就由我作为主耶稣 按主的意思 同时候去处理的 这件事呢 当主耶稣 那样回应之后呢 圣经特别的记载就是 他妈妈的回应 就证明了 母亲马里亚 在这件事情上 与耶稣那样对答之后呢 就记得自己在耶稣面前的身份了 因此第五节 母亲就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现在作为母亲的马里亚 在耶稣的面前 都如同伯人一样 所以 他现在就吩咐 言直当中的工人 跟那些用人一样说 来着主耶稣 告诉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什么时候吩咐你们做什么 就什么时候就做什么 所以马里亚这个时候呢 就透过耶稣的讲解 对话呢 认识自己的身份 让我们明白到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不要凭着 人血肉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例子里面 就可以去主导着 主耶稣的工作 不是的 反过来 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所以在求告主明 仰望神帮助 施展祂能力的时候 我们仍然应该传着谦卑 你怎知道你自己传谦卑呀 就是倘若主愿意施行 愿神施行 并且神 以后的皇后追杀 他见到这个光景就逃命了 并且向神求死 最后呢 最后呢 他就躲在一个山洞里面 当神和他说话的时候 他就向神发脾气 他说他自己向神是大发热心的 以色列人为贝神 现在剩下我一个先知 他们要沉索我的命 然后知也者说 神啊 我是为你大发热心的位先知 你干嘛不顾念我 不施展你的能力 不保护我 他见到神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消失了 神的热心 没有了 所以圣经就说到 神就用神迹 去吸引回 以利亚出去的山洞里 第一就是很大风 跟着就地震 跟着还有很大的火 这一切的神迹施展出来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印证给以利亚听 看见 神随时都可以施行神迹 神的能力仍然在 神没有离开过以利亚 并且 完了这件事之后 耶华就吩咐以利亚 你回去 我不是立刻要处理了这个耶洗别 我现在预告你 将来要做的事情 其中有三件事情 他将来要做的 言下知也就是说 不是你 以利亚来主导 耶华神 什么时候做什么 你仍要认清楚 你是主的仆人 听从主的话 将来要做主 要祂做的工作 那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一生 需要学习 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不要去干涉神 而是谦卑等候神 主若许可施行神迹 施行的时候 都由神决定 我们去回今天的经文 耶稣怎样回答玛利亚 说母亲 其实原文就是 夫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当我们认清了 我们自己身份之后 就会像玛利亚一样 对那些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将主权 完全交回给神 今天 我们这段经文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一起 有个同心祈祷 参与天父 感谢你 让玛利亚与耶稣 一个这么真实 宝贵的记载 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认识 原来有时候人 愚悶无知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以为 憑着关系 可以主导神的工作 但我们知道 我们错了 愿神 藉着这段经文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总是主的伯人 我们认识神 有能力处理各样的事 但是 神愿不愿意 和什么时候愿意去完成 都在乎神 这一切 都是我们一生 需要学习的事情 愿神保守我们 叫我们 叫我们不是去干涉 神你的主权 而是传谦卑的心 仰赖你的帮助 来建立我们 信靠你的心 信服你的心 愿一切 各处求告主名的人 一生都印着这段经文 得造就 建立敬畏你 信服你 仰赖你的信仰生命 愿主 谁听我们 同心的祷告 我们献上祈祷 感谢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今天灵修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